真意直播主连千亿与老婆娜美石帕玉,两人的婚变危机恐怕很难解决,因为连千亿昨晚才又再再看直播承认确实有跟石帕玉借一百万,但也强调有照顾母子三人的生活起居,更喊话不可能离婚,没料想石帕玉21日深夜再度发文打脸,坚决要离婚,石帕玉21日深夜在脸书上发文强调, 和连千亿并没有和好,直指对方自导自演不是一两天的事,而且离婚心意坚决,限期一个月要对方自动签好离婚协议书,表示他若不肯自动签离婚协议书,最后双方只能走法院,狠狠打脸连千亿,底下的网友们也纷纷跳出来声援石帕玉 连千亿21日晚间在直播表示,母子三人的生活起居,给豪宅,名车,名牌包,他都甘之如仪,并多次强调不可能离婚,重生因为妻子心情不好在脸书发文抱怨,他做老公的什么都让,不是怕,是尊重,而且孩子很小,也不可能离婚,至少等董事后再谈,苹果新闻网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